那面对的ETA已经成为一家独大的这么一个既定的事实 母公司ASUAG也就顺理成章的将旗下所有的机芯厂 全部并入了ETA的名下 ETA也是靠了这么一个华丽的转身 一口惊吞了当时市面上几乎全部的空白机芯厂 大家好欢迎收到本期的厂牌风云 前段期我们在讲自产机芯的时候 有提到过Swatch集团的断供政策 尤其是ETA因为它的市占率最高 所以它的断供对于市场的影响也非常的巨大 实际上在整个质表历史中 ETA这个厂历史非常的短 那么这个年轻的机芯厂是如何走到 今天这样一个空白机芯的生产巨头了呢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关于ETA的前世和今生 ETA这个名字最早出现的时间是1932年 在此之前ETA一直都不是一个独立的机芯厂 而是作为了质表品牌的机芯生产车间而存在 这个品牌就是齐年华 齐年华这个品牌对于很多新进的表演来说 甚至于都没有听过 虽然说这个品牌现在还有在经营和生产 但是在国内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了 如今来说这个品牌确实是非常的落寞 但是它却有着非常辉煌的过去 不仅是一手创办了ETA机芯厂 而且它所贡献的很多技术专利 也改写了整个质表行业的发展 齐年华创立于1856年 早年的公司一直是以生产空白机芯为生的 由于管理者的妥占经营 以及品牌对于机芯制造的大力投入 公司的业绩是争之日上 到了1920年 齐年华的机芯年产量已经突破了100万枚 1932年 齐年华非常不情愿的加入了 当时由政府主导的中表工业联合公司ASUAG 之后就直接被拆分为了制表品牌齐年华 和机芯品牌ETA两家公司 至此ETA也就正式地以独立机芯厂的身份 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虽然说空白机芯的生产部门 被单独的剥离了出去 但是齐年华内部的机芯研发能力 是一点都没有被削弱 不仅如此 在1948年 它还推出了一款名为 Atenomatic的自动煞电机芯 这款机芯首次将微型的滚珠轴层 应用在了自动头上 这个举动是革命性的 在此之前所有的自动头使用的 都是硝钉固定的方式 其实一直到今天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不少采用硝钉固定的机芯 其中就包括了劳力士的机皇3135 这种硝钉固定的问题是 使用的时间长了之后就会磨损变形 导致自动头和机芯甲板之间 产生寡刺伤害的机芯 3135之前是说的 反馈和投诉 所以劳力士在之后的4130 3235机芯中就改用了滚珠轴层 这种微型滚轴的应用 实际上是针对于传统滑动转轴的一种颠覆 我们在初中的物理课就学过 滑动摩擦力要比滚动摩擦力来的大 然后我们现在的机械机芯 大部分的轴承使用的还是传统的滑动转轴 所以我们必须用润滑油 来减小轴承转动时的摩擦力 这也就是为什么机械机芯定期 就要做保养更换润滑油的原因 那根据这样的原理 我们就不难发现 不仅是自动拖 像机芯红宝石这种滑动转轴 也同样可以用滚轴来替代 日本的一位独立制表人浅刚照 就在他的作品Project T中 将13颗红宝石转轴 全部更换成了滚珠轴层 非常的有创意 而微型滚轴的鼻祖齐连华 也在2009年发布了一款 名为3505 Sephiru Drive的机芯 这段机芯创造性能 将发条和上下轴都换成了滚轴 微型滚轴的应用是颠覆性的 所以齐连华也将象征了滚轴中的 5颗滚珠作为自己的品牌logo 代代相传 Atenomatic的诞生 也直接让齐连华成为了 当时自动机芯的领导品牌 而在1955年 齐连华再次推出了一款 当时世界上最薄的自动机芯 1427 这款机芯就是如今 大名鼎鼎的2824的前身 在齐连华高速发展的几年中 ETA作为集团中 众多机芯厂中的一员 实力并不是卷出的 当时在集团中有非常多牛逼的大厂 其中就包括了 生产7001机芯的配色厂 生产6497的UNIDAS 以及生产7750的瓦杵 这种状况已经持续到了实音危机 在当时许多机芯厂 还在迷茫和挣扎的时候 ETA率先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 就是生产实音机芯 ETA不断地打磨自己的工艺 技术也逐渐成熟了起来 足以和亚洲的对手抗衡 也慢慢地在这场危机中 成为了整个瑞士机芯厂业中的 中流砥柱 面对了ETA已经成为一家独大的 这么一个既定的事实 母公司ASUAG也就顺理成章 将旗下所有的机芯厂 全部并入了ETA的名下 ETA也就靠了这么一个华丽的转身 一口惊吞了当时市面上 几乎全部的空白机芯厂 一夜之间就获得了 诸如7001、6497、7750之类 成熟又强大的产品 而之后母公司ASUAG 又和SSIH合并 就成为了今天的瑞士SWARCH集团 ETA凭借着实音危机走上了神坛 但他老东家齐年华就没这么好运了 物件中的齐年华 虽然也努力顺应的市场 发行过一些不错的信表 但是最终还是几经一手 在2012年被在中国公司收购 这家公司就是海淀集团 海淀集团手里不仅拥有一波 罗希尼两个国产品牌 还收购了昆仑这种传统的瑞表品牌 而当时的海淀还因为收购了齐年华 而受到了SWARCH集团的制裁 当然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好了那关于ETA的故事呢 我们今天就说这么多 喜欢钟表文化的朋友欢迎关注 我们的厂牌风云系列节目 这个系列会不定期的更新 最后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